北一婦产部的主任刘伟明 大家好 我是北一婦产部的主任刘伟明 那我也负责北一的妇癌小组的召集人 现在的人大部分女生是晚婚的 在二三十年前所有的女性一般来讲比较早婚 而且生育的次数一般来讲是蛮多的 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看 她生育率降低 暖潮长期在工作 所以她的内膜异胃发生几率就很高 但我们突略地在评估 台湾子宫内膜异胃的病人来讲 大概是从3%到7% 导致一个现象 就暖潮癌在台湾有一个普遍 在慢慢缓慢上升的趋势 而且这些暖潮癌都跟子宫内膜异胃有关 我们的暖潮癌病人 由于跟子宫内膜异胃的关联性很强 所以导致目前暖潮癌的平均年龄在下降 我们过去在北医大概四年之内 我们大概有统计过去四年 大概181个病人里面 大概有69个小于40岁 这个是很可怕的 过去暖潮癌平均年龄可能55、56 那我们在北医这边发现 大概平均年龄44.6岁 但我在临床上碰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病人 她大概37岁 长期筋痛 她都没有去处理 每次月经来的时候 她开始变血 结果大病里面出现血液 让她觉得很害怕 她就跑去看直肠外科 她在外院做了直肠镜 都没有切到真正的病灶 后来她又来本院 又做了大肠镜 结果切下来果然是癌症 但是大家可能都以为这个是大肠癌 事实上不是 结果发现 它是由子宫内膜异胃导致的暖潮癌 它已经植入到我们大肠壁里面去了 这种子宫内膜异胃 跟大部分民众了解的子宫内膜异胃 不太相同 因为大家都以为 所谓子宫内膜异胃就是一个巧克力囊种 长大卵巢 把卵巢撑大 可能6公分 可能10公分 但是有一种子宫内膜异胃 是大家不认识的 这个内膜异胃组织 它是清饭 直接吃到我们的肉的组织里面去 我们英文叫做 Deep infiltrating endometriosis 它的缩写是BIE 因为非常痛 这个叫深度沁润型的子宫内膜异胃症 这个是最可怕的 而且它跟暖潮癌非常有关系 其实癌症的治疗 大概在最近几年 当无论从临床上来讲 或者从化学药物来讲 都有长足的进步 那一般癌症 尤其像暖潮癌 它的治疗 那就有两个最重要 一个是手术 一个就化疗 在暖潮癌的治疗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必须先手术 去把这个癌症组织 在身体里面扩散的程度 尽量把它清得越干净越好 因为暖潮是在我们身体的 非常深处 所以它有点像胰胀癌 它一旦发现都是末期 几乎70%到80% 一旦发现都已经很晚期了 所以我们手术完之后 大部分病人都需要做化疗 所以等到化疗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固定可能三个月 最终一次 然后看它也没有复发 大部分的暖潮癌复发都在前两年 所以前两年是个关键时期 我刚才在讲 就是比方说暖潮癌我们必须先手术 把它清得很干净 但是我刚才也提过 大部分发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到第三期了 所以你这时候在手术的时候 你可能要切的东西非常多 有时候子宫暖潮淋巴大网膜 甚至要把大肠切掉 如果我们一旦切进去 肠子也切了肝脏也切了 这个病人损失是非常大的 所以可能将来就算他治愈了 他要想在能够正常生活 也都有点困难 所以现在在暖潮癌的治疗上 有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我们叫做Neo-Ageven 我们评估这个暖潮癌 可能不能当下立刻手术 为什么呢 立刻手术可能他切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先考虑 给他做化疗 等化疗治疗到某一个阶段 那些转移出去的那些东西 都已经消失了 这时候我们在切的时候 可能对身体的损伤来讲 就不像那么大 实际上科技进步 不只是临床 其实药物也是一样 药物也一直在发展 那一般化学药物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 要杀这些癌症的组织 但是在过去 这些杀癌症组织的药物 毒性是很强的 就它对正常组织的伤害性 也非常大 所以很多人在做化疗的时候 最明显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恶心呕吐 掉头发 甚至有的人产生神经毒性 实为神经毒性 就是它对末梢神经 都开始伤害 脚的神经 手背的神经 所以很多病人在做化疗的过程中 可能会最后选择逃避 现在新一代的药物 它是希望能够对癌症组织 达到更大的攻击力 对正常组织达到最小的毒性 所以现在有一些概念 像我们现在讲的 大家都很知道 有一个叫微脂体 什么叫微脂体 微脂体就是把这个化学药物 毒性很强的药物 包膜在一个包膜里面 然后这些毒性很强的药物 被包覆住之后 它可以在血中停留 血中我们循环系统里面 停留的时间可能更长 它不会很快被代谢掉 然后这些被包住的 这些毒性强的化学药物 因为在血中留长的时间 可能过去只有10小时 可以增加到60小时 70小时 所以相对来讲 它一直存留在 我们的循环系统里面 它对癌症组织的杀伤力 就变强了 再加上因为它被包覆住 可能对正常组织 伤害性是变低的 有精通的妇女 千万不要轻忽 我们必须及早治疗 及早诊断 然后不要让它将来 影响到你的怀孕 当然更可怕的是 影响到你的生命 导致卵巢癌的发生